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涉及第三人的合同旅行规则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向第三人旅行的合同 那向第三人旅行的合同分为不真正的利他合同和真正的利他合同两类 我们首先先来看第一类叫做不真正的利他合同 那这个不真正的利他合同其实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好理解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男朋友为了向女朋友去送花 那这时候呢就跑到花店 和花店订立了一个关于一束玫瑰花的一个买卖合同 同时呢就约定好说将来这个花店呢 是向他的女朋友去交付这个鲜花 好那关于这个鲜花的买卖合同里边 这个时候我们从鲜花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这个男朋友才是债权人 这个花店呢是一个债务人 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约定债务人呢 去向第三人来履行这个债务 也就是向女朋友去履行 那如果说花店并没有交付鲜花 或者交付的呢不符合约定 比如说我交付的是一个橘花并没有交付一束玫瑰花 那这时候肯定就涉嫌一个违约责任的问题 好那在这里就问大家 这个违约责任是谁向谁去承担 那相信大家能够想清楚 肯定是花店去向男朋友去承担 也就是基于合同相对性 说关于鲜花的买卖合同 是男朋友和花店之间签订的 所以呢违约责任 也是花店去向男朋友去承担违约责任 那这里边谈到的就是不真正的利他合同 也就是当事人约定 由债务人呢向第三人去履行债务 如果债务人没有向第三人履行 或者是履行不符合约定的话 我们债务人呢是要向债权人去承担违约责任的 那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合同效力并没有拓展到第三人身上 那在不真正的利他合同里 我们呢还是要紧盯合同的相对性 由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利他合同 那在这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小故事 来和大家呢更好的理解 比如说贾自己一个人呢在大城市打拼 那赚了一些钱 就想呢去孝敬一下在老家的爸妈 那这时候贾同学呢就在网上 挑选了一家按摩床的一个卖家 和这个卖家呢去订立一个合同 同时呢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我们这个贾同学就和卖家已经说好了 说这个按摩床呢我是买给在老家的父母 到时候呢你的这个交货 包括送货上门和安装等等事情 都有我爸妈呢单独来和你联系 那这时候卖家呢肯定是欣然答应 贾同学呢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在老家的父母 父母呢肯定也是欣然同意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将来 我们这个卖家没有向爸妈去交付这个按摩床 或者是呢经过安装调试 说这个按摩椅并不符合约定 那这时候爸妈可不可以直接要求这个卖家 承担相应的一个违约责任 那你注意这里边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呢就叫做真正的利他合同 所谓真正的利他合同你发现了没有 我们合同的效力 其实呢已经拓展到了非合同当事人 也就是第三人的身上 那在我们前边这个例子里边 这个女朋友你是不能找花店 要求她承担违约责任的 必须是男朋友去 但是在我们真正利他合同里边 这个第三人也就是爸妈 其实呢是享有一个请求债务人 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法条的规定 他说法律规定或者是第三人约定 说第三人呢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 向其履行债务 比如说爸妈可以直接去联系卖家 说赶紧把这个按摩椅送货上门 进行安装调试 那如果说第三人在合理的期限之内 我们没有明确的拒绝 也就是爸妈表示欣然同意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如果说将来债务人 没有向第三人履行债务 或者是履行不符合约定的话 那这时候第三人 我可不可以要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 你注意可以 那这时候呢相当于就是说 合同的效力拓展到了第三人的身上 好那既然是效力拓展过来了 这时候债务人对债权人所能够主张的抗辩 我们也可以呢向第三人来进行主张 比如说这个假同学没给钱 那人家这个卖家当然不会去交付这个按摩椅 所以说这个卖家能够对假同学主张的抗辩 可不可以向他爸妈来主张 这个呢也是可以的 好那这块我们谈到的就是真正的利他合同 那真正的利他合同和我们前面谈到的不真正利他合同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于 说这个第三人 我能不能够享有一个 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 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也就是当事人约定 由第三人向债券人去履行债务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贾呢和隔壁老王签订了一个关于口罩的买卖合同 但是呢他们已经约清楚 说有老张向贾去交付这个口罩 结果呢现在我们这个老张没有履行债务 或者交付过来的口罩有质量问题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买方贾同学 在去主张违约责任的时候 他要向谁去主张 是老王还是老张 那你要看清楚买卖合同是谁和谁签的 买卖合同是贾同学和隔壁老王签的 因此呢我们债券人只能是要求债务人来承担违约责任 在这里边一定牢牢的抓住合同的相对性 说合同是谁和谁签的 永远是债务人向债券人去承担违约责任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类非常有意思的 叫做第三人代为履行的合同 比如说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那这时候第三人对于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 这时候呢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 当然这里边根据债务的性质 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是呢 依照法律的规定只能有债务人履行的除外 那在这儿我们还是呢根据一个小案例 帮助大家来理解 比如说贾和债呢 他们签订了一个关于住房的租赁合同 那我们这个贾呢是一个出租人 债呢是一个承租人的身份 那这个债呢承租下来这个房屋之后 紧接着呢一转手 把他又租给了丙 所以说这个债同学 他其实就是一个二房东 好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比如债同学我现在拖欠这个租金 那很有可能面临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呀 是不是贾同学就要提出去解除合同了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丙 这个第三人也就是在贾和债之间的 这个租赁合同角度来看 丙呢是一个第三人 我对于这个租金的一个旅行 这样的一个债务旅行 是不是具有合法利益 好那这时候丙为了保证自己能住在这个房子里 我可不可以跳过来 直接向贾把倚欠付的这个租金 先给他付一付 我直接代为旅行 可不可以 注意是可以的 那我们的债权人贾 接受了第三人旅行之后 他对于债务人倚的债权 是不是就相应的转让给了第三人 丙同学 好那这个呢 你稍微结合着这个小案例 其实就可以把他理解的比较清楚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回顾和梳理一下 这个涉及到第三人的问题 那他呢 主要是包括了向第三人旅行的合同 和由第三人旅行的合同 以及呢 第三人代为旅行的合同 那首先呢 向第三人旅行的合同 我们分为不真正的利他合同 和真正的利他合同 如果是不真正的利他合同 合同效力呢 没有拓展到第三人 那这块仍然是我们的债务人 向债权人去承担违约责任 那如果是真正的利他合同 我们的合同效力呢 拓展到第三人的身上 那这时候第三人 是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 好如果涉及到的是 由第三人旅行的合同 请大家牢牢地抓住 合同的相对性 永远是合同的债务人 向债权人去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好那如果是第三人代为旅行 这块呢 我们要求第三人 对于旅行有合法的利益 原则上我们就可以代为旅行 那代为旅行之后呢 债权人的债权 原则上就转让给第三人 好这个谈到的就是 第三人代为旅行的合同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双务合同在旅行过程中的 抗变权的问题 那在这儿 还是呢 请大家稍微和我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抗变权 这个点我们在哪儿讲过 我们在给大家介绍 诉讼时效制度的时候 我们谈到过 说我们的权利人 向义务人处张权利的时候 特别是债权人 向债务人去主张权利的时候 我行使的权利叫什么 是不是叫做请求权呀 之所以叫做请求权 是因为我们债权人的债权要想实现 我必须要仰仗于 债务人的一个旅行 所以我比较卑微 我叫做请求权 好那在这时候 这个债务人 如果合理合法的 不想旅行这个债务 我主张的是不是叫做一个抗变权呢 那这个抗变权的目的 就是起到阻碍请求权的顺利行使 大白话来说呢 就是把请求权 给他怼回去的一种权利 反言反语来说 就叫做抗变权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先来看第一个例子 叫做同时旅行 抗变权 那在这块呢 还是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呢 小明开了一个手机店 那这时候呢 baby想来买手机 那非常不巧 就是baby想买的这个手机型号 可能现在呢 没有货 于是呢 他们就约定第二天的时候再来买 好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呢 从这个手机买卖合同的角度来看 他们两个人呢 其实是互付债权债务关系的 首先我们从出卖人 小明的角度来看 他其实是不是合同价款的债权人 那我们的baby呢 是合同价款的债务人 我们baby呢 是富有 向小明去交付合同价款的 这么一个合同义务 好那紧接着 如果是从这个标的物 手机的角度来看 那是不是说 我们的买手人baby 其实才是债权人的一个身份 那小明呢 作为出卖人 我必须呢 要交付标的物 并且转移所有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baby呢 又是手机的债权人 小明呢 是手机的债务人 所以他们之间 是一个互付权利义务的关系 是互为债权债务的 好那在这块 由于签订合同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说 说究竟是先给钱 还是呢 先交付手机 如果没有先后旅行顺序呢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 同时旅行吧 也就是第二天的时候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好那在这个时候 等到第二天 baby上门来 那这时候呢 小明就跟baby说了 说这个手机呀 我还是没有搞到货 那在这时候 你能不能先把这个手机费 付我一下 那这时候 如果你没学过法律 你站在baby的角度来想一下 你肯定也会让小明 披星带月的滚 但是呢 这里边背后 隐藏着什么样的一个法理 我们呢 还是要仔细地 要来分析一下 那首先 小明跟baby说 你要的那个手机 我还是没有搞到货 那换句话说呢 从手机的角度来讲 小明是不是应该履行 一个交付标的物的义务 那这时候 其实就是说明 小明自己要做的这个义务 他其实是没有履行的 或者说呢 履行不符合要求 也就是说 自己的事情首先没做好 但是过分的是 小明呢 居然还舔着脸 来要求baby付手机费 那小明要求baby 去付手机费 他其实是从 这个手机价款 债权人的角度 是不是向baby 行使了一个请求权呀 他请求baby 来支付合同价款 那这时候baby 当然可以让小明 披星带月地滚 那这个呢 是我们大白话说 那如果用法言法语来说 针对小明发过来的请求权 我们如果说 想阻碍请求权的形式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提出一个抗辩呀 那这个抗辩就是我们这里谈到的 同时履行 抗辩权 也就是当事人互付债务 而且呢 没有先后的履行顺序 这时候我们应该同时履行 那我们一方 也就是baby 在对方旅行之前 也就是在小明 你向我交付手机之前 我是有权利拒绝你向我提出的旅行请求的 也就是小明 你向我提出交付手机价款这样的旅行请求 我有没有权利拒绝你 你注意 我是有权利拒绝你的 那在这个里边 从合同价款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债务人baby 行使的这个抗辩权 就叫做同时履行 抗辩权 那当然 如果说小明呢 不是没有旅行 而是旅行不符合约定 比如说baby 想买一台华为的手机 这时候小明 非要交付一个 OPPO的手机 那在这时候 旅行不符合约定 我可不可以拒绝他向我提出的 支付手机价款的旅行请求 注意 可以 这个呢 就叫做同时旅行 抗辩权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呢 叫做先旅行 抗辩权 那他说的呢 是当事人 我们呢 是互付债务 而且呢 是有一个先后旅行顺序的 比如说小明和baby呢 仍然是签订了一个 关于手机的买卖合同 那现在的约定是说呢 小明 你先交付标的物 然后呢 baby使用三天 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再去支付手机价款 好 那等到第二天baby上门的时候 小明呢 又说了 说现在呀 这个手机没有搞到 所以肯定是没有办法 向你来交付这个标的物了 但是 这个合同价款 能不能请你先支付一下 那这个小明向baby提出 支付合同价款的行为 是不是又在行使自己 作为一个手机价款的 债权人的请求权 那在这时候baby 可不可以让小明 辟星待月的滚 你注意 可以 那这时候 我们baby行使的这个抗辩权 就叫做先旅行 抗辩权 好 那他谈到的是说 当事人互付债务 而且呢 有先后的旅行顺序 这个时候应当先旅行的一方 你没有旅行 也就是应该先交付手机的一方小明 你还没有交付手机呢 你能不能够舔着脸 向对方提出旅行请求 你注意不行 这个时候作为后旅行的一方baby 我呢 就有权拒绝你 向我提出的旅行请求 当然呢 你没有旅行是一方面 如果你先旅行的一方 旅行不符合约定 那在这个时候 后旅行的一方 可不可以拒绝 你向我提出的旅行请求 这个呢 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呢 就叫做先旅行抗辩权 他谈到的是说 我们具有一个先后的旅行顺序 那这时候 我们后旅行一方 可以去主张的 叫做先旅行抗辩权 好 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三种抗辩权 第三种抗辩权呢 也非常有意思 它叫做不安抗辩权 也就是这个时候 小明仍然呢 是和baby签订了一个关于手机的买卖合同 那在这里边呢 他们的约定又转化了 他们约定是说呢 baby 我先来支付这个手机价款 那支付了之后呢 小明等到到货了 再把这个手机交付给baby 好 那这时候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baby呢 就来到了手明开的这个手机铺 准备来支付价款 结果他到了这个手机铺门口就发现 有一些工人呢 正在忙忙碌碌的搬进搬出 把小明手机铺里边的一些手机 包括柜台都往外来搬出来 而且呢 还有一些工人 直接呢 在拆这个招牌 好像看起来第二天就关门大吉了一样 好 那我问大家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是baby 你敢不敢把好几大千的手机款交给小明 那你肯定是不敢的呀 因为你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 第二天万一小明跑路了怎么办 那这个其实钱就追不回来了 那这时候你发现了没有 本来应该是先旅行义务的一方 那这时候如果说小明向我们发来了 去支付手机价款的请求权 那这时候我可不可以拒绝他向我提出的旅行请求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行使的就叫做不安抗辩权 也就是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 如果我们有手拿把算 确切的一个证据 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我们呢就要终止履行了 也就是这个事情先给他缓一缓 先放一放 那有哪些情形呢 首先第一个 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第二个呢 转移财产 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第三个 丧失商业信誉 第四呢 就是有丧失 或者是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好 如果我们有手拿把算的证据 证明对方有这些情形 那作为先履行一方的当事人 我也可以呢 先把这个事情给他终止掉 先停一停 但是这块 请大家一定注意一下 我们强调的一定是这种非常确切的情形 你一定掌握了确切的证据 有法定情形 你才能够来展示性的停一停 如果说 您无理由的有这个被害妄想证 你就是整天觉得满世界的人都在骗你 那没有掌握确切证据 你就随便去终止旅行的话 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一种违约行为 您是要去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 所以这块呢 你的这个终止旅行 一定要掌握确切的证据才可以 好 那如果说我们的当事人 根据前书的规定 已经终止旅行了 那这时候呢 终止旅行的一方 还附有一个 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的义务 我们要及时的告知一下对方 好 如果说对方呢 提供了适当的担保 解决了你的后顾之忧 这时候你就应该 恢复旅行 但场景转化一下 如果说在终止旅行之后 对方呢 在合理的期限之内 都没有能够去恢复旅行能力 并且又没有能够提供适当的担保 这个时候我们就视为呢 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 不旅行主要债务了 好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终止旅行的一方 我们就可以解除合同 并且请求对方去承担违约责任 好 那这里边呢 我稍微给大家提示一个重点 就是终止旅行的一方 我能不能够一言不合 上来直接解除合同 你注意 不可以 你必须呢 先礼后兵 要给对方一个合理的期限 只有对方在这个合理期限之内 既没有恢复旅行能力 并且没有提供适当担保 我们呢 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 好 那在这里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几个例题 帮助大家呢 更好的演练一下 先来看17年的单选 说甲乙双方呢 签订买卖合同 约定甲支付货款一周之后呢 以交付货物 甲呢 现在就没有在约定的这个日期去付款 但是呢 却舔着脸要求乙来交货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规定 那对于甲的请求 以呢可以行使的抗辩权是什么 那在这个里边 作为后旅行有的一方 在对方怎么样 没有旅行的情况之下 我们对于他提出的旅行请求 是可以呢 提出拒绝的 那这个叫做先旅行 抗辩权 好的 这道题 正确的答案呢 应该是4D选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呢再来看一道 12年的单选题 他说呢 甲乙双方签订了一份煤炭的买卖合同 约定甲呢 向乙去购买煤炭1000吨 甲呢 在4月1号的时候 就支付了全部的一个款项 乙呢 于收到款项半个月后 装车发煤 但是等到3月31号的时候 甲呢 现在就调查发现 乙的这个煤炭经营的许可证 将于4月15号就到期了 而且目前呢 他的这个煤炭库存 也只剩下700余吨了 而且呢 正在加紧 将这个库存的煤炭 发往其他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甲呢 就决定 暂时不向乙去付款 并且呢 于4月1日 将斩博付款的决定 及时通知了乙 好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作为先旅行义务的乙方 那现在呢 我确实是掌握了一个确切的证据 所以我才终止旅行的 那应该说 我们这个甲行使的是不安抗边权 而且呢 他在终止旅行之后 就及时通知了对方当事人 那现在呢 让咱们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 在下列表述中 问我们正确的事 好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A选项呢 说甲无权占不付款 那这个我们前边 就和大家分析过了 说甲同学现在行使的是不安抗边权 所以他其实是有权占是不付款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4D选项 说甲有权占不付款 因为他行使的是不安抗边权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道 06年的一个案例分析题 那这个题呢 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它稍微呢 有一点点反传统 反套路 所以给大家放上来感受一下 说06年的3月20号 上海的甲公司和北京的乙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 约定呢 甲公司向乙公司购买1000吨的化工原料 总价款是200万元 乙公司在合同签订后的一个月内交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甲公司在验货后7日内来进行付款 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4月10号 这个乙公司 线旅行义务的一方 通过铁路运输部门准备发货的时候 结果呢 甲公司的竞争对手 跑过来 说告诉乙公司 说甲公司现在经营状况不佳 将要破产 那这个时候呢 乙公司随机就暂停了货物的发运 并且呢 电告甲公司暂停发货的原因 要求甲公司提供担保 那这时候甲公司呢 告知乙公司 说我们公司是正常经营的 货款已经准备齐 您呢 赶紧去履行合同吧 否则呢 我就要追究你的违约责任了 但是呢 乙公司坚持要求甲公司提供担保 好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问我们 这个乙公司暂停发货 是不是有法律依据 并且说明理由 好 那在这块 作为先履行义务的一方 我们就要仔细的来看这个题目 它有没有手拿把算的确切证据 你注意 没有 它其实就是道听途说 它只是听甲公司的竞争对手 说了这个话 而且人家甲公司已经说了 说本公司经营是正常的 货款也准备好了 说麻烦您赶紧去履行合同吧 但是现在乙公司就死活不发货 所以说乙公司 我们暂停发货 有没有法律依据 你注意 没有法律依据 所以这道题我之所以放上来呢 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反传统 反套路 好像很多同学觉得命题老师 是不是应该考一个 说不安抗辩权 但是这道题呢 它就反套路 说刚好就考一个说没有法律依据的 也就是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 你证明对方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你随随便便终止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是要去承担违约责任的 所以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下这点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道 这个题呢 就是比较正向的一个题目了 是17年的一个案例分析题 他说呢 甲公司与自行车生产商丁公司 我们正式签署了一个买卖合同 合同就约定 丁公司呢 为甲公司提供A型号的自行车 1000辆 总价呢 是100万元 甲公司呢 应该在4月9号和4月20号 分别呢 支付这个价款50万元 丁公司呢 在时候的16号和27号 分别呢 交付自行车500辆 那4月9号的时候 甲公司呢 付了第一笔款 4月16号的时候 丁公司呢 也交付了第一批500辆的自行车 好那这时候 等到4月20号的时候 我们呢 就要请求他支付第二批款项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甲公司调查发现 丁公司现在经营状况 严重恶化 可能没有能力去履行合同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丁公司 说我占不履行合同 并且要求丁公司呢 在15天之内 去提供有足够 礼约能力的一个保证 但是丁公司并没有予以理会 等到5月6号的时候 丁公司呢 发函告知甲公司 说如果你再不付款 将向人民法院 起诉甲公司违约 那甲公司收到罕见之后 了解到呢 丁公司经营状况 其实现在是继续恶化的 便通知了丁公司 解除没有交付的500辆自行车的一个买卖合同 好那现在就问我们 说甲公司是否有权就没有交付的自行车来解除合同 好那这块呢 应该是说作为先旅行一方的甲公司 如果我掌握了确切的证据 证明对方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首先呢 我们是可以去暂停合同的旅行 这个行使的是不安抗便权 那在暂停之后 是不是我要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 那如果说呢 对方当事人在合理的15天之内 既没有恢复旅行能力 也没有提供担保 那这时候呢 终止旅行义务的一方 我是可以怎么样提出解除合同 并且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 所以呢 我们这道题 甲公司是否有权就未交付的自行车解除合同 我们肯定是有权的 那在这里边呢 就是行使不安抗便权 终止旅行 同时呢 及时通知 如果对方提供了适当担保 应该恢复 如果说终止旅行之后呢 对方在合理期限之内 既没恢复旅行能力 又没有提供适当担保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解除合同 并且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好 这个呢 就是比较正常的 关于一个不安抗便权的一个形式 那其实呢 在咱们的案例分析题当中 正向和反向的考察都有 希望大家下来之后呢 结合着这些例题 更好的去理解一下 好 那在这儿呢 我简单的带着大家 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关于这个抗便权的问题 那关于抗便权的这个问题 相信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 在考试的时候 命题老师 他非常喜欢 以案例化的方式来呈现 那不管是案例分析题 还是客观题 我们更多的 都是考案例化的呈现 所以这块呢 你必须重在理解 那在这里呢 我们对于它的分类 首先我们要看 说双方的这个债务 有没有先后的旅行顺序 如果说没有先后的旅行顺序 我们就应该呢 同时旅行 进而能够行使的抗便权 叫做同时旅行抗便权 如果咱们有先后的一个旅行顺序 那在这里边 先旅行一方能够行使的 叫不安抗便权 后旅行一方能够行使的 叫先旅行抗便权 那其中呢 关于不安抗便权 是咱们考试的一个重中之重 那命题老师呢 在考到的时候 主要会有两个切入的角度 第一个切入的角度 就是关于这个 不安抗便权行使的法定情形 这个呢 有可能是命题老师 会考察到的一个点 那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 解除合同的问题 那你一定去注意一下 说不是我行使了不安抗便权 就可以直接解除合同 我必须先暂停合同的旅行 然后呢 通知对方当事人 让对方在合理的期限之内 去提供担保 如果说在合理期限之内 既没有恢复旅行能力 又没有提供担保 这个时候呢 终止旅行的一方 才可以去解除合同 并且要求对方承担 违约责任 好呢 关于这个不安抗便权 相对来说呢 会更复杂 更丰满一些 所以考试的时候 命题老师呢 特别喜欢在这个地方 来命制考题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个 非常有意思的内容 叫做情势变更 情势变更呢 它指的是说 当合同成立以后 如果说合同的基础条件 发生了当事人 在定立合同的时候 无法预见的 而且是不属于 商业风险的一些 重大变化 如果这个时候 继续履行合同 对于当事人一方 明显不公平 那这时候呢 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 可以和对方呢 重新来进行协商 在合理期限之内 协商不成的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去变更 或者解除合同 那在这里边 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应该呢 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 根据公平的原则 我们来变更 或者解除合同 那在这儿呢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在疫情期间 那可能呢 很多的这个制造厂 由于疫情 带来的一个防疫的要求 可能它的生产成本 就需要呢 进行一个比较大的增加 比如说 要不停地去消毒 然后买很多的口罩 甚至是防护服务等等 那这个其实就属于 我们在定立合同的时候 没有办法预见 而且是不属于商业风险的 一个重大的变化 如果说这时候继续履行合同 对于我们卖方而言 这个成本太高了 遭不住 那这时候 可不可以和对方协商 就我们的合同价款 重新商定一个数字 那这个呢 是可以的 那这个理由就是情势变更 好 如果说协商不成 我们呢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来进行变更 或者解除 好 那这个情势变更呢 我和大家提示两个点 首先第一个点 你注意 它一定不能是属于商业风险 因为如果是正常的商业风险的话 那个确实是属于 每一个市场上的经济主体 你自己应该去承担的风险 所以这个情势变更 你不能是属于商业风险的 这个呢 要注意 把握好它的尺度 那第二个就是说 是不是只要发生了情势变更 我一定会朝着解除合同的这个角度去 你注意 不是 其实我们立法者呢 还是为了鼓励交易 首先是双方协商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 到了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我们也尽可能的是去变更 如果只有变更都不行了 最后才是解除合同 所以这块呢 大家注意一下情势变更里边 蕴藏的一些细节点 那在这里呢 有几点提示 大家呢 还是稍微去读一读 首先第一个 我们合同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它可能是不可抗力 也可能是其他 不可规则与双方当事人的事有造成的 但是这块呢 你不能够是属于商业风险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当构成情势变更的时候 我们当事人是富有 重新协商的意义 首先要坐下来谈一谈 好 那在最后呢 就是人民法院或者政裁机构 应该呢 是将变更合同 作为首先考虑的选项 我还是尽可能的要去鼓励交易 万般无奈之下 再考虑解除合同 好 那我们讲到这儿呢 其实就是关于合同的旅行这一块 也给大家呢 介绍的差不多了 但是在这个单元里 我们还有一个小尾巴 就是关于合同的保全 我们呢 接下来就来给大家介绍 关于合同保全的相关内容 好 我们首先呢 先来看一下债权人的代位权 好 那在这里边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狭义的代位权 也叫做代位请求权 它呢 其实主要要解决的 就是一个三角债的问题 那在这里还是通过一个小案例 帮助大家来解决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债权人 他对于债务人乙呢 享有一个八十万元的一个债权 而且呢 这个债权是已经到了清长期 但是呢 现在这个乙同学就是死活不还 好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贾呢 经过多方打听 结果他就知道 说现在我们这个债务人乙 他其实呢 对丙也是享有一个到期债权的 而且呢 他的这个债权还挺多 是一百万 所以说这里边你就能够看出来 它就是一个三角债的关系 那在这里边 我们贾同学是债权人 乙同学是债务人 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个丙是什么身份 这个丙的身份是不是债务人的债务人 也就是债务人乙的一个债务人 好 那这个债务人的债务人说起来太琐碎 太拗口了 所以呢 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做次债务人 这个次债务人指的其实就是债务人的债务人的意思 或者呢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相对人 那这时候大家想一下 说乙同学现在打的是什么小算判 他为什么不去积极主动的向这个丙同学去主张自己债权 他的想法肯定是说 我费尽巴拉的主张了半天债权 最后实现出来的一百万 其实八十万还要归假所有 所以说其实这个以自然而然的 他就没有特别大的动力 去向这个丙同学去主张自己的一个债权 也就是我待于行使这个债权或者是有关的从权利 那这个时候其实呢 它影响的是谁的利益 它影响的是假同学的利益吧 也就是影响了债权人到期债权的一个实现 好 那在这种三角债的情况之下 我们法律上呢 就创设了说我们一个代位请求权 那什么叫做代位请求权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债权人假 不需要坐以待毙 我直接代代谁的位 代这个债务人倚的位 直接找到丙 要求呢 我们这个丙来向自己清偿债务 也就是我们向人民法院请求 以自己的名义去代位行使债务人 对相对人的权利 也就是我们这个假代了倚的位 向他呢去向丙同学主张相应的一个权利 好 那在这个时候 大家呢去想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 我们向人民法院去代位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 但是在起诉的时候 你是以谁的名义来起诉 你是不是应该以自己的名义来起诉 所以这块这个原告应该还是假同学自己 好 第二点 我们这个假同学在主张权利的时候 我能主张多少 我是主张八十还是主张一百 那你注意 你毕竟是只欠了假八十万块钱 所以这个时候 假在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 他只能够是以自己的债权为限 他是只能主张八十万的 好 那等到人民法院说经过审理 确实呢认为 说我们这个假的主张成立 那大家注意一下他的法律后果 那这个法律后果呢 是我们这个次债务人 或者说叫做相对人比 直接把这八十万向假来进行清偿 那在清偿之后呢 我们这两对债权债务关系就彻底的烟消云散了 所以说这里边你换句话说 对于我们这个假同学 我向人民法院起诉 这样的一个胜利果实 能不能够被其他的一些债权人享有 你注意不能 这个时候这八十万直接就到了这个假同学的账上 也就是说如果这时候有这些丁 物这样一些债的债权人 他可不可以来燃止这八十万块钱的生利果实 你注意你是不能够燃止这八十万的生利果实的 因为这八十万直接到了假的账上 别人是拿不走的 好这几个细节点呢 希望大家来注意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呢就来看一下 说关于这个债权人的这个代位请求权 他指的是说呢 我们债务人待于行事其债权 或者是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 影响了债权人到期债权的一个实现 那这时候债权人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 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事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 也就是我们代了债的位去行事他对丙的权利 但是呢在这里边 如果说该权利是专属于债务人资深的除外 好那在这里边呢有几个细节点 需要和大家来沟通一下 那这个细节点也是考试的时候 命题老师特别喜欢考到的点 首先第一个 什么叫做债务人待于行事其 债权 那在这块这个待于行事是一个法律术语 它指的是说债务人不履行对债权人的一个到期债务 同时呢你又不以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 向其债务人主张享有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一个到期债权 进而呢制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好这里边其实我们指的就是说债 你一方面呢并没有向假去清偿你80万元的债务 同时呢你又没有能够以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去向饼来主张你的权利 那在这里边如果债务人以你仅仅是通过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向饼来进行催收的话 这块大家注意一下仍然构成债权 也就是我们法律对于债的要求非常严格 你必须积极主动的提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仲裁 这个呢才叫做不债权 所以如果说你仅仅是不停的催收 但是没有起诉或者申请仲裁 这个仍然构成债权 关于这个债权的问题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你不能说这个乙我就不停的给比翁打这个催收的电话 发催收的信件 那你注意这时候仍然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懈怠 好那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能够去代位行使的 它不能够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什么叫做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呢 比如说是基于抚养关系 抚养关系 赡养关系 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 或者呢是劳动报酬 退休金 养老金 抚恤金 安置费 人寿保险 以及呢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 说白了这些呢都是有很强的一个人身属性的 都是饱含着温度的 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债权 我们呢是不能够去代位行使的 因为你代位行使的结果是说 我们这个丙同学把这个钱直接就打到了假的账上 那如果说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这个债权 你把别人的这个活命的钱都打到了假的账上 有可能这个倚就此挂掉了 所以这块能够代位行使的 它不能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那从考试角度来看 命题老师呢特别喜欢考到的一个点 就是要求大家去辨析 说这到底是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好这个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说债权人 我去提起一个代位权诉讼 我必须符合下列的条件 首先第一个 债权人假对于债务人以我这个债权肯定是合法的 好那第二呢就是债务人以待于行使期到期债权 并且呢对债权人已经造成了损害 好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要求两对债权债务关系 它都已经是到期了 同时呢我们债务人的这个债权 你不能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那这些条件必须要符合 好那在我们提起的这个代位权诉讼里边 我们债权人假呢就是一个原告 那我们这个丙也就是相对人 或者次债务人肯定就是咱们的被告 那这个债务人呢 他其实就属于诉讼上的一个第三人 管辖的话呢是由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来进行管辖 那在代位权的诉讼当中 如果将来我们的债权人生诉了 那这时候呢诉讼费用肯定的是由被告来承担的 也就是败诉方来承担 也就是次债务人负担 从实现的债权中呢优先支付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它的法律效果 那这块呢代位权行使的范围 一定是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为限 也就是说只能是80万 好那我们行使代位权必要的费用 你注意由于是以同学的原因 导致我们提起了相关的一个诉讼 因此这个必要的费用是由债务人以来负担的 这个呢和这个诉讼费大家注意区别 如果是诉讼费的话 永远是败诉一方来承担 那我们这呢败诉的一方就是这个被告 所以说呢是由被告来承担的 但是其他的一些必要的费用 都是由债务人来负担 那我们相对人对债务人能够去主张的抗辩 当然呢也可以向债权人来进行主张 好那在这块 如果人民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的 由债务人的相对人 也就是丙 直接呢向我们的债权人履行义务 当债权人接受履行之后 债权人和债务人 债务人和相对人之间相应的权利义务呢 我们都是终止掉的 好那在这里呢有一句话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呢我们债权人的债权 就代位权的行使结果 是具有这个优先受偿的权利的 也就是这80万 直接就打到了假的这个账户上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优先受场 好这个点如果你现在觉得 不是特别好理解的话 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呢先把它去放一放 那等一会儿给大家讲完了 债权人的撤销权之后 你对这个点就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 好那这块呢给大家讲到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代位请求权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代位保存权 好那这个代位保存权 其实仍然呢解决的是一个三角债的关系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假是债权人 乙呢是一个债务人 同时呢有一个饼 但是他和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代位权 最大的不同之处呢 就在于说假对乙享有的这80万的债权 现在还没有到期 好那在这里边也就是履行期限尚未借满 好那在这时候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乙欠假的80万的这个钱 现在还没有借满清偿期 那我乙同学有没有清偿的义务 你注意没有 因为期限利益是归属于债务人的 比如说现在是3月1号 那我们已欠了假80万块钱 是到3月30号的时候才到期 那这时候想当然 在3月1号的时候 乙是不负有清偿义务的 我可以一直怎么样 等到30号的时候再清偿 也就是说这80万 乙呢可以先存在银行里 去赚一个月的利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期限利益是归属于债务人的 也就是这个代位保存权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 说其实我们这儿 这个债权一定是在到期以前 但是呢现在虽然是到期以前 紧接着你看 就是乙对饼所向的这个债权 现在呢出现一些问题了 也就是债务人的这个债权 或者是与该债权有关的这个从权利 它呢存在着一些 速速时效期间即将借满 或者是没有及时申报破产债权 好那这时候你想一下 说乙现在对饼 享有一个100万的债权 但是这个债权不但履行曲线借满 而且马上都要过掉诉讼时效了 也就是诉讼时效期间都要借满了 那这时候你觉得甲着不着急 那甲当然很着急呀 那这时候甲着急怎么办呢 它就可以用我们这里面谈到的 代位保存权 如果说乙的这种行为 会有可能影响到 我们这个债权人将来债权实现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债权人可以代位 我代谁的位 代债务人 你的位 向债务人的相对人 也就是丙同学 但是这时候 我能够直接向他提出旅行的请求吗 你注意不行 因为你这80万的一个债务 还没有借满清长期 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请求什么呢 你只能请求这个丙同学呀 向债务人履行债务 也就是你只能请求这个丙同学 向乙去归还这100万元的一个债务 所以你看我这个虚线的这个箭头 它其实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你的请求 只能是向我们的债务人去清偿债务 或者呢 向破产管理人申报 或者做出其他必要的行为 好那在这里你能够想清楚 说贾同学 我行使这个代位保存权 主要的目的是干嘛 我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 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 而保证说这100万的债权的诉讼时效 不要借满掉 那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另外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对于这个代位保存权 我们有没有说你一定要通过人民法院 以诉讼的方式来行使 你注意并没有 所以这块呢 你可以通过诉讼和非诉 两种方式都来行使 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块代位保存权 它最大的一个适用的对象 就是我们这债权人的债权 它一定是在到期之前 好那这块呢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块呢 只能是说法律给出了一些 原则性的规定 那具体的一些细节呢 可能还是要有待相关司法解释 来进行明确 所以这块呢 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纠结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什么叫做诉讼时效期间 即将借满 那你究竟是一个月 还是半年 这个即将借满 这个词 那就是说的非常的含糊 这块呢 将来是有待相关司法解释 来进行明确 好那接下来 我们呢来看一道例题 它呢是15年的单选题 它说甲对乙的债务清偿期 已经届满 却没有履行 好那乙呢 准备就甲对他人享有的这个债权呢 提起一个代位权诉讼 那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 甲享有的下列债权当中 我们这个乙可以去代位行使的 好那在这块呢 就说明甲其实是个债务人的身份 乙呢是一个债权人的身份 那现在呢 对于这个到期的债权 甲呢是不去进行一个清偿 那在这时候乙作为债权人 就准备去行使这个代位权了 但是你能够去代位行使的 一定不能是专属于甲的这个 自身的一个债权 那你比如说抚恤金请求权 劳动报酬请求权 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 这些都是专属于债务人甲 自身的债权 你是不能够去代位行使的 因此能够代位行使的 应该是四地 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 好请大家呢 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讲到这儿呢 我们简单的带给大家 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那我们这块的代位权呢 主要是讲了两个 一个是代位权 一个呢是代位保存权 那这个代位权我们呢 一定注意一下它的这个 构成要件 首先是债权人对债务人 你的债权必须是合法的 第二呢就是债务人必须 待遇行使自己的到期债权 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害 另外呢我们要求 两对债权债务关系 必须都已经到期 好最后你还不能是 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那从考试的角度来看呢 比较喜欢考到的构成要件 就是如何来判定 说是不是专属于债务人 自身的债权 另外呢考试的时候 还有可能会从这个 形式的角度来考察 比如说我们是以谁的名义 一定是以债权人自己的名义 向人民法院呢 以诉讼的方式来起诉 另外呢我们这个范围 也是以自己到期的债权为限 那这块必要的费用 有谁来负担 应该是有债务人负担等等 那最后呢就是起到了一个法律效果 好那第二个层次 就是这个代位保存权 这个呢你只要抓住 我给大家提示的这两个重点 应该就可以了 好那关于我们债权人的代位权这块 就和大家呢学习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债权人的撤销权 好那这块呢它其实仍然 是为了呢去保护我们债权人的这个债权 好那这块我们一起简单的来看一下 比如说呢这仍然是有一个假同学 那他是一个债权人 那我们这个乙呢是一个债务人 结果现在呢我们就去发现 这个债务人乙他在做一些什么事呢 他在无偿的处分自己的财产 或者是呢以一些不合理的价格 在进行交易 那大家想乙同学这样的一件事情 他其实就是在损害自己的一个 偿债能力 在减少自己的一个责任财产 那他这样做 其实是会损害谁的利益 其实损害的当然是我们 债权人假的一个利益 好那这样子的行为 能不能够让他得逞 你注意不能得逞 所以说呢我们债权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债务人 这样一些积极减损自己责任财产的行为 好那在这块 如果说乙同学的这些行为 被人民法院进行了一个撤销 那撤销之后 是不是我们这个相对人 就要把已经取得的 以这边的一个责任财产 给他归还回去 好那在这里边 一旦撤销之后 肯定是要去返还原务 那在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下 对于我们这个债权人假同学 我行使撤销权的胜利果实 我自己是不是排他的 你注意不是排他的 比如说我们相对人返还了20万 那这20万是进了谁的账户 是进到了乙这里的这个账户 那除了假之外 如果说乙对外 还有一些欠款 还有一些 比如说钉或者是物 这样的债权人 可不可以和假一起来分享这20万的胜利果实 你注意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钱不是直接打到假的账户上 它只是返还给了乙 那因此呢 我们这个假 对于他行使这个撤销权的胜利果实 他其实是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的 他不具有排他性 他要和其他的债权人一起来瓜分这20万 这个和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到的代位权 就不一样了 那个代位权 我行使这个代位权诉讼 如果最后申诉的话 那这个胜利果实 是我们这个债权人自己可以独享的 好 这块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那既然明白了它的一个基本原理之后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可撤销情形 那我们的可撤销情形呢 主要是分为了两类 一类呢 是无偿处分财产型的 一类呢 是明显不合理的价格 进行交易型的 好 那如果说涉及到的是 我们债务人 无偿去处分自己的一些财产 那这时候只要你是无偿处分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相对人 您是没有支付对价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是可以直接请求人民法院来进行撤销的 比如说 比如说债务人 以放弃他自己的债权 放弃债权担保 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 无偿的去处分自己的财产权益 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旅行期限 影响了债权人 那这时候债权人就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好 这呢 主要是这个无偿处分 但是呢 要多加一个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旅行期限 那第二种可撤销情形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相对人啊 多多少少还是给了一点钱 也就是以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 那如果对方多多少少有一些给付义务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想去撤销 除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不合理交易行为之外 我们还必须加上一个条件 也就是相对人 你必须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情形 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债权人才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来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也就是债务人 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去转让财产 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 或者是为他人去提供债务的一个担保的话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如果说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话 这时候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那这个什么叫做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或者是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一般来讲呢 如果说你低于市场价格的70% 或者是高于市场价格的30% 就可以被视为是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和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那在这儿呢 大家注意一下 除了这个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 当有这些情形的时候 我必须要加上相对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我才可以请求撤销 那换句话说 如果说相对人不知道 且不应当知道 那你能不能够撤 注意你是不能够去撤的 所以这块呢 这个撤销情形 首先呢 请大家区分清楚两个层次 好那接下来 我们呢再来看一下 撤销权的行使范围 它肯定呢 也是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我们行使撤销权必要的费用 仍然呢 是由债务人来进行负担 好那既然是谈到一个撤销权 那它呢 其实就是一个行承权的概念 行承权对应的 就是除斥期间 那我们考试的一个重点 就出现了 就是这个除斥期间 那我们这个撤销权呢 行使是有期限的 我们是自债权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之日起 一年之内来行使 那这个呢 是一种计算的方法 第二种计算的方法是自 债务人的行为 发生之日起 如果五年之内 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话 这时候撤销权呢 也会消灭 所以这块呢 它是两个考核的机制 一个呢 是从我们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开始算一年的时间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我们债务人 行为发生之日起 来算五年 这两个熟先发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的撤销权就消灭掉了 好呢 关于这个除斥期间的 一年和五年 也是命题老师呢 特别喜欢考到的点 好呢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撤销权的诉讼问题 这块呢 仍然是我们的债权人 它是一个原告 我们的债务人呢 是一个被告 那这时候受益人 或者是受让人 他们呢 是诉讼上的一个第三人 那这块管辖的法院 仍然是秉持着原告 就被告的原则 由被告诸所地 人民法院来进行管辖 好呢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法律效果 如果说债务人 影响债权人 债权实现的行为 你最终被撤销了 那这块呢 就是自使没有法律约束力 受益人呢 应该返还 从债务人那儿 获得的财产 也就是一旦这个行为被撤销 他自使没有法律约束力 我们就应该呢 互相返还财产 那换句话说 这个债权人 对于撤销权的行使结果 有没有优先收藏的权利 你注意 没有 也就是比如你撤销了20万 这20万呢 其实还是会回到债务人 乙的这个账户上 那这债权人假 对于这20万 其实你并没有一个排他的权利 你还是要和乙 其他的一些债权人 大家一起来瓜分这20万 所以这块你就是 并没有优先收藏的权利 那这个呢 一定和我们前边的那个代位权 你去对比一下 在代位权那儿行使的结果 我们这个债权人 他可是具有一个 优先收藏的权利 那个行使结果 那个20万 直接会进到假的这个账户里去的 别人是没有办法染指的 但是这块 你必须要和其他人一起来瓜分 所以大家一起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 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关于这个债权人撤销权的问题 那首先呢 就是这个可撤销情形 可撤销情形呢 大的方向上分成了两类 第一类就涉及到无权出份 比如说放弃债权 放弃债权担保 无偿转让财产 以及呢 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旅行期限 这个呢 这个呢 都属于无偿出份性的 无偿出份性的 只要有这个行为 我就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来进行撤销 那第二类呢 就是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型的 这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型 比如说不合理的一个低价卖 或者是高价买 以及呢 为他人的债务去提供担保 那如果是不合理的交易型 除了有相应的行为 我还要求相对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只有满足这两个要件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呢 请求人民法院来进行撤销 好 这个就是可撤销的情形 这个有可能呢 是命题老师考到的一个点 另外呢 命题老师最喜欢考到的点 就是这个撤销权的行事期限 也就是除此期间的问题 一定呢 是记住两个考核标准 一个呢 是从我们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室友的时候 开始算一年 一个呢 是从债务人行为发生之日起 五年 那另外呢 就是和这个诉讼 有关的一些东西 必须呢 是以诉讼的方式 来行使这个撤销权 我们是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债务人呢 负担必要的一个费用 那从行使的效果上来看 就是一旦这个行为被撤销 那它呢就是自食无效 我们互相呢 去返还财产 好 这里边谈到的就是这个撤销权的问题 好 那讲解到这里 我们这个单元呢 终于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我们这个单元 其实呢 给大家介绍了 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旅行 以及呢 合同的保全 这样三个板块的内容 其中呢 以合同的旅行 内容最为庞杂 希望大家下来之后呢 结合着讲解 把这个单元的内容 给它牢牢的把握清楚 好 那我们这个单元 就和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